高雄美農有一處農地 在上星期開始 加設了太陽能的光電板 但因為這個地點是靠近住宅區 也屬於交通要道 所以是有民眾都擔心 光害折射會影響到生活 更造成交通事故 所以就發動抗議 近百名農民聚集成情抗議 這塊位於高雄美農區中正路 獅子頭水鎮交界路口旁的農地 面積約有零點三公頃 兩三個禮拜前開始動工 上週被民眾發現 開始架設光電板 質疑當地緊鄰住宅區 還是重要路口 卻架上光電板 悠心光害造成交通意外 也會影響民眾生活 除了光害也有侵農優心 光電業者的租金 跟當地農地行情相比 高三到四倍 恐壓縮後續 承租農地的空間 面對民意反彈市府表示 業者合法申請不太可能拆除 但會協助改善農民反應的問題 陳其民眾也說 不是反對政府的綠能計畫 只是希望能蓋在沒有爭議的地方 記者王天孟昭全 高雄報導 總統 1 3